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在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阿美 好 那你今天呢 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灵修笔记 然后你可以再读一次经文 再看一次经文 让经文成为你生命中的亮光 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 那我今天 我的灵修亮光是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那当我读完这个经文 我有个想法 就是说呢 在生命中 爱是有行为的 付出爱呢 是与人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做成的工作 这是我的想法 OK 好 那借命呢 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那有什么应许呢 爱是从神来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那有什么可以避免的罪呢 不彼此相爱 计算人的恶 生活中的应用呢 要爱生命中的每个人 特别是让我生气的人 我也要爱他哦 那对上帝有新的认识呢 就是神就是爱 神是爱的源头 那当我看完的时候 我就想要更多的来看 那这当中有几个词 让我可以更多的想要来研究它 第一个是亲爱的 那亲爱的 它也可以写说 它是唯一心爱的 也是可以讲亲爱的 或珍惜的 宝贵的 那这当中有一个词叫生 那这个生呢 我就去特别找一下 那它有几个字 我觉得蛮不错 蛮特别的 就是比如说 它讲到就是说包含了生育生子之外呢 它有一个叫做发挥 或者扮演父母的角色 然后呢 甚至到另外一个词是讲 致死 或者是导致 那认识呢 就是它有讲到说 是熟悉 是学习 是发现 是理解 是明白 是察觉 甚至对神呢 是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 深深的一个与神 是一个深交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我们要认识 然后承认 那我在读完了这所有一切 我就重写一段 这一段话语 我写的是 亲爱的弟兄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从上帝而来 而且每一个付出爱心的人 都是从上帝而生 并且认识上帝 那我们今天呢 这样呢 一整天我们的灵修呢 我们就带着今天一句话的亮光 今天我就带着这一句话 我知道说 我要彼此相爱 让神的祝福临到我生命的当中 因为爱从神来 主 我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愿你的祝福 领到他们生命的当中 让他们今天呢 充满了上帝的祝福 充满爱在他们生命的周遭 让他们爱那不可爱的人 让他们遇到每一件事情 都有上帝的爱 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 甚至今天他们要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蒙羞许多的恩宠 因为他们也是成为一个爱人的人 你把这样的祝福 领到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是他们经历你奇妙的恩典跟祝福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